好 早上了8點半 早餐應該不會有人吃泡麵 但是我昨天在我們家的櫃子 裡面發現 我生活得有點不太健康 這是不是錯誤示範 我有馬鈴薯麵 這是韓國牌子 還有高麗麵 當然也是韓國牌子 下面這個麵根本是韓文 我根本看不懂它是什麼麵 但是看圖我知道 它是泡菜的泡麵 真的不能每天這樣吃 但是今天的料理So easy 燕營主播要帶我們來看的是 怎麼樣可以把泡菜泡麵 變成義大利奶油培根麵 這也太厲害了吧 怎麼可能變成這個樣子 一起來看 料理So easy 今天教你健康吃泡麵 來 歡迎Yuji 好 那今天我們叫它做 嘉麗市的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那你先把泡麵煮熟 剛好軟化可以硕食 但是火味熟真的已經開始變軟 那今天我們同時準備的食材 這邊還有洋蔥 1 4顆洋蔥 那菠菜我們想要把葉子 跟它的梗分開來 因為梗要花比較久的時間煮 那菠菜很嫩 其實基本上燜個15 20秒 它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話 就是我們兩片培根 那有些人他喜歡煙熟味 比較重一點 他可能會比較美式一點的培根 那不喜歡煙熟味那麼重 買台式的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樣培根本身的油脂 到時候我們再來炒其他的蔬菜 所以不用再加橄欖油 或者是加其他的油脂 就是用自然肉的油脂 對 你的洋蔥 現在好像有一點點的 是呈現透明狀對不對 對 它開始透明的時候 我們可以開始進行下一步 那這邊我們就先 把我們的鮮奶油倒下去 如果家裡頭只剩牛奶可以用嗎 因為牛奶比較稀 所以你讓它 可能用的量要比鮮奶油多 然後煮的時間要稍微再久一點 然後它可以呈現這種 比較濃稠的口感 菠菜梗加進去讓它一起煮 那你看到它開始 溫度上去就開始冒泡了 那這時候你溫度就要調小一點 因為你溫度太高的話 它奶油就很容易燒焦 就會產生補味 然後這樣燒完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泡麵加下去了 均勻的火在上面 把醬汁跟麵都做一個融合 那這邊最重要的就是調味了 那調味本身我們用的就是 泡麵本身的調味粉 劉健有一個疑問 每一包泡麵它味道都不一樣 那怎麼樣能夠讓它 其實味道比較搭 通常我們會挑韓式泡菜 只要是泡式泡菜口味 基本上都會滿搭的 然後只要把粉飯開來 所以一包煮一個 你就基本上也不用在那邊看 什麼調味料要多少 那個份量比例要多少這樣 因為菠菜葉它本身熟得非常快 大概只能再煮個30秒 菠菜葉就熟了 所以我們最後再加 就不會讓它煮碎或者煮到太老 可以在擺盤的時候 稍微轉一下給它一點高度 然後最後的 剩下的麵跟料再鋪在上面 那你才就很漂亮 好 今天就是我們今天的 奶油培根炒泡麵 趕快來吃吃看 我很訝異的是 就是我們之前是用泡菜泡麵 去變成奶油培根 其實泡菜跟奶油味道 是非常搭的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用培根的油去煎 所以其實它那個油汁煎起來的 那個味道 其實香味會更足一些對不對 這道真的還滿好吃的 如果家裡頭喜歡吃泡麵 像我這種很喜歡吃泡麵的人的話 其實就換一個方式來做 用炒的方式 然後保留它的泡麵的口感 泡麵的香味 今天要謝謝Yujin喔 謝謝 謝謝